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三十九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七次十二节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约瑟如何能胜过试探 我们来看第七节开始 这次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以慕送情给约瑟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啊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的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以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处 有一天约瑟在屋里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赏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把衣赏丢在妇人手里 跑到外边去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见他所记载的就是 昔日约瑟他当时在三十九章 就三十八章的最后面那边 就论到约瑟是给以色玛丽的商人 就卖到埃及 在埃及法老手下护卫长家中做奴仆 这一章一开始 三十九章开始就论到 约瑟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 他满有耶和法神的同在 神赐福给他 以他所办的事呢 叫他所办的事尽都顺利 那么 耶稣满了神同在 他的主人波提法看在眼里 看见他实在是 做事都有神祝福 都是很恨通 于是呢 主人就把家中管家这个职位交给他 然后他成为管家 整个波提法家中的主管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连他的主人呢 除了自己吃饭啊 其他所有一切是一开不理 都是交给耶稣 完全信任他 非常信任他 可见耶稣 他为何能够一直有耶和法神同在 乃是因为几方面 第一 他一直信靠神 他心中有神 后面我们要论到这一点 所以他敬畏神也离而死 他给他的哥哥们 这一个用以恨报爱 因为记恨如此的对付他 让他沦落到这种非常可怜 非常可怕的光景里 给人迈悟到这个外族人 埃及人那边做奴仆 是九死一生 经过九死一生 非常的惊险 也痛苦 但是耶稣有没有埋怨神 一句话没有埋怨神 他不会说 神啊你为何给我发了一个梦 然后这个梦我讲出来之后 来我哥哥们的记恨 也不因此 要报仇 要凡恨在心 要如何向哥哥们报仇 若是他内心充满了报仇 充满了仇恨 或者对神的埋怨呢 他怎么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呢 约瑟美 他完全顺服神所良品 他的凡心 他心中照样敬畏神 所以身为奴仆的身份 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所以神与他同在 叫他所办的事 敬都顺利 也给他智慧 有这种管理的恩赐 如何管理整个波提法 整个家中各方面 很多普人 很多各方面的东西 都他管 一个少年人 17岁 被卖到埃及 他就如此 经历神的同在和智慧 有管理的这个恩赐 这说明他是 完全就是敬畏神 没有埋怨神 还有他非常忠心 非常殷勤的 在那边 在波提法家中 治理办事 每一件事都办得 紧紧有条 都办得满了神 同在和祝福 所以除了神的祝福 他本身也是有 这个活出神 选民的这个特点 活出神的美德 忠诚 忠诚 诚实 老实 殷勤 那这些 夜色身上疼 那么当夜色 这样蒙福的时候 试探来了 这个时候 波提法的妻子 就天天以目送情 原来月色 原来月色 这一个 很秀美 这个 波提法的妻子呢 就看中了他 看中了他 又秀美 又聪明 又有智慧 就天天以目送情 甚至是直接要求 月色 与他同情 与他同房 那夜色 怎么回答 夜色 就 每一次 当他有这个 意思的时候呢 夜色就 直接回答了 夜色说 第八节 看哪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 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 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 他没有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只留下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夜色 回答他 不是说 我怎能 这个行这事 得罪我的主人 波提法呢 他也不是说 我只能做这事 去 这个 显著 这个臭名出来 或者说 我只能 这一世 去 这个 断送我的前途 不是 这些都不是他 主要考虑 他最主要考虑 就是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 但 他说 他心中 有神 为何他知道 这个行淫 和波提法的妻子 听从他去一同行淫的时候 这就是大恶呢 因为他心中 有神 他所信的神 就是亚伯罕的神 以撒的神 他父亲 雅各的神 也是成为他的神 所以他小时候 得到神 给他异梦 他一直是敬畏神 所以此时到了埃及 沦落到这种最低微的地步的时候 他信靠神 神使他高声 作为主管 在这个时候 试探来 这个 淫乱的诱惑 试探来 他一点不畏惧 他也不因为 你是波提法的妻子 若是我不听从 可能就会落在你的手里 你会陷害我 他不惧怕这些 他心中不是惧怕的 他心中惧怕的是神 他说我只能做这事 得罪神 他说这事指着大恶 因为他敬畏神 所以他看见 这个犯淫乱的事是大恶 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 约瑟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能够蒙保守 是因为心中有神 有神的地位 而这不是说 仅仅在试探的时候 心中有神 是他平时 办大事小事 在他去寻找他哥哥的时候 他心中有神 那他被迈到埃及去的时候 一路上我相信 他内心都是会求告神的 他依靠着神 所以他到了波提法家族的时候 约瑰华人与他同在 所以他心中有神 就叫他能够胜过一切的诱惑 胜过所有他主人的妻子 这种来的天天来的诱惑 和天天来的要求 威逼利语 他都完全拒绝 立刻说不 恶化不说 掌钉截铁的说不 为何呢 因为他心中有神 敬畏神 圣经说我们要敬畏神 远离二世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能够胜过任何 撒蛋记者的罪恶来的 引诱试探 从色情来的 从美色来的 各种引诱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说不 我们对撒蛋说不 对一切的大恶犯罪 罪恶说不 我们能够这样做 心中有神 我们随时尊主基督为圣 我们的心 给主充满了神的同在 在我们的生活里 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第一 求靠主 依靠主 当我们心中是尊主为圣 为大的时候 我们就敢于对一切的 引诱试探 甚至任何的 所谓从人而来的威逼 任何的所谓的诱语 引诱的利益 我们都能说不 因为我们怕神超过怕人 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使我们胜过试探的 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是我们依靠神 也是靠我们敬畏神 同时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 我们看见犯淫乱的事是大恶 不是一般的罪是大恶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这一个 我们是敬畏神 远离二十 然后 接着 那一个波提法的妻子 因此巴西娃没有 必失见 后来他天天和耶稣说 耶稣就不听懂他 也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起 这是耶稣的态度 他接着是天天 对耶稣说 你和我一同上床 一同同情 一同行营 天天要求耶稣 耶稣是天天拒绝 有时耶稣可能在这个地方办事 他就考来 耶稣就离开他 不仅和他说不 逃避他 立刻离开 不和他单独相处在一起 所以这一来的时候 他没办法 圣经在这里也是告诉我 就是说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他清新祷告主的那一同 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 所以今天我们要逃避试探 像耶稣面对试探来临的时候 他不是以为自己刚强 只有他单独相处 若是单独相处很危险 他就会抓住耶稣 所以说逃避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 这一个我们也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今天对一切从撒旦来的诱惑试探 无论是色情的美色的各方面来试探 我们第一我们要敬畏神 对这一切说不 第二我们要逃避 逃避一切的诱惑试探 还有我们在积极方面 更多祷告依靠神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后来面对更大的试探是什么 他就说 在十一节 有一天 耶稣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没有人站在屋里 不然就拉住他的衣裳 这下子直接拉住他的衣裳 他跑不了了 就说你与我同情吧 耶稣就把衣服丢在他手里 往外边跑去 耶稣的态度是立刻丢掉衣服 衣服给他抓住了 拿不回来了 就什么 临刻丢掉那个外衣 跑掉 就是要逃避这一个试探 也就要对这一个淫乱的试探 绝对的拒绝 这是耶稣的态度 当然他这样一做的时候 那个衣服就落在那个妇人手下 那个妇人很恶毒 他就借着这一个衣服 就来误告 耶稣就来这个返摇一口 误告耶稣 等他丈夫回来的时候 就告诉他丈夫说 你带来这个西伯来人 这个奴仆是怎么想侵犯我 吸隆我 那我就大声喊起来 哇 无人的仆人来了 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 所以菩提法就大法罗 就把悦摄下在法老的监狱里面 我们看见悦摄是为义受逼迫 他为了持守神的公义 持守讨神喜悦的木 摸出美德的生活 他负上代价 他给误告 然后他要落在成为 把阶下筹的这个境地里面 但是月神一点没有后悔 因为他讨神喜悦 他心中有神 宁可一夜之间失去了 这一个波提法家中的主管 也不可以妥协的犯罪的去得罪神 他就讨神喜悦 宁可损失一切 成为阶下筹 做一个监狱里面的囚犯 是完全没有指望 是绝望 但是月神一点都满意 他就持守他的存证 敬畏神讨神喜悦 弟兄姊妹 大家今天 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对一些 试探的时候 我们都心尊主为大 讨神喜悦 神就会看顾我们到底